第3節,其實我剛才也不太知道應該要說什麼 這些就叫做沒有準備,但Johnny說不如先說說NOAH那件事 剛剛這個星期有一個新聞,就是一語改口,Impact Wrestling 就跟NOAH搞合作,搞結文,這件事對我來說有點疑似 兩間是擁有同一宿命,處於同一個處境的兩間公司走在一起 對我來說是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都挺驚訝的 因為NOAH終於想踏出他的第一步 他一直給我們的感覺是頗固埔自豐 甚至是新日本想去幫他們做些事 其實都等了很久才能做到 但問題是你現在這麼突然,兩間團體所謂的結文 好像不止兩間,今天好像還有第三間,還有一間西哥 是,Crash Promotion 對,變相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不知道誰會生誰,但是 如果他們結文的話,其實我覺得最大可以解決的就是 人手那方面的問題,就是選手那方面的問題 因為你試試按下NOAH的那些網頁 那些Postar,譬如他現在有什麼表演 做了Postar出來,他站了一群人 譬如大概十個八,十個左右 他就是整個Rosa只有那十個人 真是慘 整個Postar,只有那十個人大星 你落下去就是遠藤正道、趙祈豪、三浦桂 那些,只有這三個大星 其他下面全部撕卡,接著是輕董級 那你變相你其實是很困難做的 他還繼續自稱自己是大團體的話 那我覺得,你要不就收那些新人去捕他 要不就真的找人幫忙 那他不找其他日本的團體去合作 他找美國的In-Pass Wrestling去合作 那其實是沒有問題的,我自己覺得 但問題是,反過來,你In-Pass Wrestling 又給了什麼他呢? 現在真是很抱歉,身為主持人 其實我在In-Pass Wrestling的知識 知識方面真是近乎零的了 近期 其實他現在除了有什麼哈利 Jeff Hardy叫熊之外 他其他還有什麼人呢? 還有他會不會願意借那些人給他 到後來,如果你簽了這個結文 他In-Pass Wrestling 只是借些什麼?借些什麼Grito 還是借些責精那些差的廢人下去的時候 那你不如不要借了 回到你,可能你Lora變相又要盡他的責任 就可能無緣無故發送過軟騰 或者你傳過三浦貴貴貴 又是做工程 因為你 即他的前身TNA In-Pass Wrestling 他做過太多事情 即對日本選手怎樣去租質 我已經看太多了 你想想,Occata讓他搞成怎樣 你看看珍田聖亞讓他搞成怎樣 你都知道這間公司 他怎麼去捧一些日本選手 其實是很大的疑問的 即我覺得可能你In-Pass Wrestling 派一些外國人過去 有些位置可以讓你打 但是你回到你Lora派一些人過去 那些Lora的人才慘 明白嗎 我其實對In-Pass Wrestling 怎樣用Lora的人 是沒有什麼信心的 說真的 當時 譬如說Occata 去TNA那時候 那時候 我在想 好像還是Fince Rousseau那些書籍 還是怎樣 還是一堆 專門搞亂檔的人 來搞亂檔 近幾年你有個半桶水 的John Gilbert 這樣 那現在以我所知 John Gilbert 都不在Creative那裡 他都不再管Creative那些 被人踢走了 那現在Creative那一班 是誰呢 Jeff Jarrett 還有Scotty Moore 這兩個 來接手 那 我們過往看 Jeff Jarrett 和Scotty Moore 就是 當TNA 還是最好提 那段期間 就是他們兩個 做booking 那時候 日本人 我記得有個路沙華 但是只有路沙華 我都 印象之中 我想不到是 做哪些日本選手過去 但是 因為 和NOVA合作 某程度上 如果沒有聽錯的話 好像是 Scotty Moore提出的 而Scotty Moore 他自己本身 對日本選手 都是 挺看得起的 當時 Kushita過去的時候 Scotty Moore 也有訓練他 OK 變相了 我想 如果 就算 Nova那邊 那些人過去 TNA 我想 那個問題 應該都不大 至於你剛才問 OK 那 TNA給些什麼人過去 以我所知 Moose會過去 OK Moose 現在一個 在TNA 也是幾over 那 Moose會過去 那 Barbie Lashley 會不會過去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 我猜 你要我猜的話 我猜他也會去 OK 那 如果是 有時候 我覺得是 你一不就不做 如果你一做 你就要做全套 你就要把你 好那些 就 搬過去 只不過 那個危險性的就是 當 這一幫 好的 TNA的人 OK 過到去的時候 那 會不會 overshadow了 你 Noah那邊的人呢 這個就不知道 還有剛才提到 Matt Hardy Jeff Hardy OK 他們會不會過去都不知道 因為 他們 份約 今個月就完 OK 他們會不會繼續 繼續留在TNA 這個 I have no idea OK 是啊 我們很久之前 都說過 一件事 就是 WWE想簽回Hotty Boys OK 他們很想要回 OK 那 現在 要 研究的問題 就是 他們走不走 嗯 但是 就算走也好 都要等到四月之後 因為他們四月那時候 都還 有場 在ROH 打的 OK 那個不是四月 那個好像是三月 三月尾 OK Rustlemania 之前的 好像是星期六 還是星期六 我完全忘記了 總之是那個星期 在ROH 就對著音樂 打完這一場之後 就 會發生什麼事 我暫時都不知道 就是 譬如我現在看到 在 YY那邊 有個 TNA Hardcore粉絲 提到 這兩個 David Richards 日本的 Hardcore粉絲 都很熟 以前打過新日本 他老死 Eddie Edwards 就 打過NOA 打過NOA 一段長時間 所以 Eddie Edwards 他們很熟悉 大約是這些人 就 嗯 是 祝他們好運 你拿一堆人過去 可能你搞些單打賽 啊 搞些故事線 其實都會吸引一點的 就像你西日本 現在都很多 RH的人 去等腳 Eddie Edwar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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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佔了席位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真的看一塊東西是怎樣 你到底真的做了 一些東西給我看 或者你先讓我感受 到底你 Impact Wrestling 現在那一堆 是不是真的可以跟NOA 那一堆有火花 就是說 當然是一些打法 你可能剛才說 Eddie Edwards Eddie Edwards 那些沒問題 因為那些本身打過日率 但是你Bobby Lashley 那些呢 你Easy Free 那些行不行 那些你其實就是 只是美率的人 其實你 你西日本也看過 那些只是美率的人 你跟日率打不到什麼 尤其是你 我自己覺得 你看一下 Nora那些粉絲 是好死眼派 嗯 他反而沒有西日本那些 那些那麼接受性大 西日本可能 他覺得你英俊 他就喜愛你 他覺得你 挺搞笑 他就喜愛你 但是你Nora真的 真的 他們不知為何 那些粉絲很狹窄 那些眼光 他們只喜歡看那些 就只看那些 嗯 以前三宅是那個風格 他就一定要保持那個風格 你突然間那些鬼 喂 我那時直接是 Chris Hero sorry Chris Hero 去到 Nora打的那些什麼 Global Tech 其實都沒有什麼 我自己覺得 那些鬼佬 祝你們好運 好像他們很快就會搞合作大會 有個大會打 3月12日 3月12日 他們應該會去橫斌 如果沒有讀錯 應該去橫斌那邊 就會搞 但是Crash Promotion那邊 就應該暫時沒有這麼快 只是現在 這件事 整件事都未公佈 他們跟Crash Promotion那邊 但是現在是有內幕的消息 就是他們會拉到Crash Promotion那邊 來做合作 因為接下來 Jeff Jarrett 都會去Crash Promotion那邊 來做事 來拉關係 所以現在我們聽到的就是 隨時Crash Promotion都會加入 TNA和Nora這個陣營 那如果 當Crash Promotion真的 加入這個陣營的時候 我們隨時會看到 譬如 我現在都不太記得他的名字 即是他的新名字 Pentagon Junior 那個什麼Pentagon EM Zero 是不是 我不太記得 唉 怪怪怪怪 其實他不如改成Celomielo 就行 大定還是Celomielo 你覺得都是屬於AAA的呢 即是在高級的 我要查查 因為 他現在要改名字 Pentagon Junior 不能用 上個禮拜再聽到一件事 就是他現在連 麻煩你 Monday Night Show Pentai L Cel 糟了 我不會讀他的名字 不是這個名字 另外 他再之前一個 就是 總之新名 都被AAA 來申請專利 即是 現在明搞他 明搞Pentagon Junior 現在是 明搞Pentagon Junior 現在是 你走就搞你 現在不是 即是現在連你在外面 用那個新名字 我們都走去做專利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樣 因為 其實 每個國家 但他們那個 所謂的 版權 條例 制度 都未必會一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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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其實 你應該就是 你應該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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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tagon Junior 即是 即是 他 他小孩也是 Fenix 他 他 跑出來之後 他叫做 Ray Phoenix 現在 Triple A 都 直接把Ray Phoenix 這個名字 去申請專利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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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但是 你如果 改了名字 改頭 換面之後 做文 記得他們呢 嗯 只要他們 解釋 那一個人 的話 那就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只是 改名字 但是 應該不會是 整個 都 全部 改了 即是 那些人都 仍然會知道他們是誰 還有 有一件事 我聽回來的 就是 其實他們兩兄弟 呢 嗯 現在 在 美國 甚至乎 他們有時候都 飛去歐洲 OK 他們 他們 在這兩個地方 加起來 賺的錢 其實是更多 他們在墨西哥賺的錢 是啊 你看那些 什麼 什麼 PWG 或者那些什麼AAW 經常請他們打 是啊 甚至乎 Pandagun Jr. 那條Bel 還給過他 是啊 其實他們兩個 打美國 甚至乎 歐洲 是有得做的 不過他現在 就先搞好他的名字 即是 即是 即是你呢 有時候Pandag說 那些什麼Selmiero 如果他是不能賣的時候 其實是有些影響的 即是 如果你 你 你連這些口號都說 不給他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Krangle也是 什麼 Damn True 他都要變成 可能你這些 類似你就改得到 但如果他那些 他改不了 那怎麼辦呢 你就沒有了那種 當然我相信 一個稱職 或者有天分的 帥哥哥 你Band我一件事 我就自己創造過 另外一件事 不是死的 這個世界 你永遠都有 生路的 尤其是他們兩個 本身都有底子 都是值得看的 但是 但是我自己心 你AAA這間團體 真是 真是 其他人討厭 你搞鬍子 又搞得難看 那些選手 那些關係 又處理特策 你Raybustabian 好像都走了 你要習慣一下 所以我剛才提到 蜀角界 是有很多 這些 尤其是 戰前那些 地區性團體 我們經常說 是有很多 這些 所以如果 你這些 你未見過 或者不見 見熟 甚至 特別都有 是 這些 這些是 摔角界 陰暗面 這些 不妥的 就搞你 那樣 所以 我剛才提到 Pandakon 尊瑞這個例子 就是 如果他去到Noah 的時候 如果他真的 三團一起搞 的時候 又有種新鮮感 是 因為 墨西哥 那種 風格 只要他 調節快一點 其實日本人 是挺喜歡看的 是啊 OK的 所以 等 看看他們 什麼時候 真的會 落實 大家三團一起搞 到時候 看看 Ray Phoenix 和Pentagon 走去Noah 大家看看會怎樣 OK 我們下一個 我們說什麼 不如說一下 The Rock 這傢伙晚上沒有工作 不知道在酒店還是什麼 就看電視 就看到 有紀錄片 就是 講一下Page那家人 那時候 我記得我看過的 但我是 那一集 就說他在英國拍的 就說他 全家都是摔過手來的 是啊 挺邪趣的 雖然說是紀錄片 但他都有一些 邪趣性的 喜劇包裝 那樣的 那The Rock 就看不到這幾個片 零幾天 就覺得 可以值得拍到電影 加上他和WWE的關係 又這麼好 再加上你現在Page 還是下屬於WWE的合約 應該是理論上 不能說謊 好像是現在正式 和WWE合作 就打算整部電影 就是找人去扮Page 那些 真的 有一個電影去包裝 Page那一家 的故事 那其實如果你說 只說 其實我是一個電影的 投資者來計 我覺得都值得投資的 因為你始終 你真是 全家都是一個 打出角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可能中間 會產生很多喜劇的元素 但是 我不知道 北美洲觀眾啊 即不說出角迷啊 純純純純 這些電影的市場 其實容不容納到一些 以摯角做題材的電影呢 再加上他被一間 叫做WWE製作公司 我印象之中 我好像看過他 兩套左右 還是三套的電影 沒有一套是好看的 哈哈哈哈 他專制到一些垃圾出來的 這間WWE Studio 這間電影公司 還要和他合作的時候 他無論是選角啊 他請導演啊 那些東西啊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信心 就算你真的 The Rock出戰後 那又怎樣呢 你是不是The Rock去拍攝 還是他嚇串 怎麼知道 你覺得這個項目 如果要開的時候 那 倒過來 會不會WWE因此而 要逼著 和Page重新 重修舊好 本身關係惡劣了 你現在說要拍我的故事 你怎樣都要宣傳上一個人 你怎樣都要拉攏我 你沒有理由 拍完之後 你就對外宣布我炒我這個人 可能他會有點轉機 嗯 因為現在是直接連 他們選角那方面 都找到一個演員 來做Page媽媽的角色 我沒有看過Game of Thrones 所以我不太熟悉他們的角色 人物之類 但他們就找了一個 在Game of Thrones 應該都是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演員 去扮Page媽媽 我想我會做完節目之後 我就會寫 寫這段新聞出來 Page媽媽 Soraya 說不到她的名字 Soraya Knight 這個角色就找到了 但是Page就找誰 暫時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Page那方面 她現在心態上 她也是打算離開 而最搞笑的就是 好像是TMC 我忘記了哪裡 找她做訪問之類 Page現在她的心態就是想 當WWE這份約完了之後 她想轉去打MMA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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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MMA Sorry Disrespect說的 我其實不太懂 但是我自己感覺上 現在MMA 真的越來越摔角化 什麼人都有興趣去打 說真的 說真的 你說得對 現在MMA MMA 開始越來越是 就是 唉 等一下 我馬上回答 就是 是不是這些叫 宿角化 還是叫 娛樂化 不如我叫做 娛樂化 或者叫做 娛眾取叢化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辦法 因為 你 Belle La Tour 做了一個 開頭就是 就是 搞一些所謂的 娛樂化少少的 形式的 booking 就是MMA的 booking 那 我們很多 譬如我 這些 所謂的 hardcore MMA 是很不喜歡 這一種 我們所謂的 free show 的比賽 但是問題是 真的有這樣的客路 每次搞到 都有 Rating 做得好Rating Rating 是WWE RAW的程度 你UFC 你搞很多 那些 搞過很多次的 電視show 是 我不記得 有哪一次 是 他們的電視收視 是可以去到 WWE 那一種的程度 就算有的 都不多 現在 先 double check 所以 所以 你沒有辦法 變成了 OK 你BARATO做了一次 成功了 真的有人看了 變成了Monkey see monkey do 那種 那這些 你可以怎樣說 即 你 你有這樣的粉絲 就有這樣的 promoter 我經常覺得 即 無論是摯角界也好 或者是MMA也好 就是這樣 變成了 Page 如果真的會打MMA的話 就 挺期待的 但是 看看他找誰 去訓練 我在懷疑 他是不是受到 Alberto Del Rio的影響 即是 關於他有這樣的決定 因為現在Alberto 他不是打 但是 他是在一間 MMA團體做高層 那我就不知道 是否因為受到這些影響 不如轉行去打MMA 反正自己的兒子 我未來老公 現在都是向一間 MMA團體做高層 變相 我看怕他 就算真的打MMA 他都不是打UFC 走去打那間 Combatate America 我沒有怎樣看過他們的事情 所以我就不知道 這間團體是怎樣 但是 捉他好運 呃 他份約 即是我覺得Page的份約 好像是19年完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噢 所以就 還有一段時間 是啊 現在Page那個狀況 還有很多台灣粉絲在問 究竟Page那個狀況是怎樣 他依然是 處於 優養狀態中 因為他之前那條頸 那個大手術做完之後 他一口口成六個月 那現在還剩下多少個月 我都不是有 我都要重複一下 總之都還有很多個月 呃 那就 看看他什麼時候 唉 他應該都會出來的 反正我 我聽過一份報道就是說 他兒子都想他回去WWE I don't know why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養他嘛 有錢 哈哈 那不是啊 Albutto都還有錢的 OK 還有一間餐廳 你都搞成這樣 你 WWE都不會捧他 唉 我 你叫他做Jopper又浪費些 你扔回他去NSP 我想怎樣都會有些位置 給他 放他去做些事情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這樣的情況 被人搞的機會率會很高 就是 如果 你搞他 你就做Jopper 簡單來說 對 就是 如果比我 我沒有這樣的膽量 這樣回去 假設我 我和某一間團體 是炒到這麼癢 的時候 我沒有這樣的膽量回去 我自己就 我自問 OK 因為隨時真的會被人玩 當年 Chris Benoit 也是這樣 你記不記得當年 Chris Benoit 有什麼事 你是說Face WCW還是 WCW WCW 那時候 我記得 他是不是又走了 然後被人控告 不是 我講過 那件事 是 當時他走那時候 OK 是 那時候的Booker 就是Kevin Sullivan 如果大家不知道 Kevin Sullivan 和Chris Benoit 是很大仇口的 OK 是因為 Benoit 搶了Kevin Sullivan 的老婆 Nancy 後來 殺了 然後再自殺 那個老婆 原本是跟 Kevin Sullivan 但是 後來 橫刀奪愛 搶走了 Kevin Sullivan 的老婆 那時候 Kevin Sullivan 做Booker 那 啊 Chris Benoit 我不記得當時 是懸弱還是怎樣 好像是懸弱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 就 見到 啊 既然是Kevin Sullivan 做Booker 走 因為免得被人玩 但是那時候 他們的心態是 想捧 Chris Benoit 做他們的No.1 但是 Benoit 就不相信Kevin Sullivan 然後 後來 立了一群 Eddie Perry 7 就是他去WWE 那時候 我記得當時 WWE 走 是讓他做Champ 是啊 那時候是想捧他做Champ 但是 他們 信不過 Kevin Sullivan 那就 立隻走 就是這樣 所以 就是 信賴這一件事 是在 摔角界很重要 但是 我不知道 現在 呃 WWE 在Page 和 Alberto心目中 還有多少信賴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 Alberto 會 那時候 會這樣說 叫Page 回去 WWE I really don't know 嗯 是的 然後 還有 不如說說 一些雙兵 因為 近一兩天 我在第二邊的 Whatsapp group 那裏 都有人開始 提 近來 你 WWE 有多少人傷 等等 有些人又問 譬如 Cain去了哪裏 Cain 因為 你連Raw Rumble 都會看到他出來的 OK 有些人問 OK 為什麼沒有Cain Cain因為他 他有傷 OK 但是什麼傷 就 沒有 沒有人說提到 是什麼 什麼 那我 我猜是他 應該是那些 舊患 OK 我聽過 就是他近來 幾辛苦 所以就 take time off 休息一下 這樣 而且 他自己 除了打摔角之外 他外面 在搞一間保險公司 OK 跟他老婆一起搞 變相了 可能 你又要搞公司 然後你摔角 那裏 經常旅行 很辛苦 變相了 他的舊運 他開始頂不住 變相了 不如 先休息一下 什麼時候出來 還不知道 要退休 WOW 他不回去也沒所謂 他不回去也沒所謂 他也差不多 他是時候 正確年齡退休的 其實他 處於一個叫做 其實你得不得以後 就是 我現在 我抄回舊章來說 其實當初 Kane這個角色 是幾成功 但是比他們 一而再再三 又脫面具 又戴面具 又戴光頭 又戴假髮 然後又這樣 又corporate K 已經做到爛爛 其實如果 馬後炮 說一句 回到過去 我是佈購 怎樣玩Kane這個角色 其實他是可以 永遠玩下去 嗯 我是會用一個 好像Tiger Mask 那樣的角色 去包裝Kane 嗯 你到差不多 Jacob 即是現在做Kane 那個人 他真的不行了 你便找下一任 又有這麼大隻的人 去做第二任的Kane 是不是 結果那個任不行 你就再在另一任 就是你包裝Kane 是很穩強 但是 不知為何 中途去到後來 就是把Kane 倒閉到這麼厲害 但是如果他 你想想他 當時那個氣勢 多厲害 是完全是 就是 那種的殺氣 我現在都記得 當初他出來 在Hering the Cell 那種地表 接著一路 頭幾年 哇 你真的每個見到他都害怕 如果你懂得玩這個角色 其實可以一路下去 尤其是戴面具 這些 其實如果你真的做得好 你公司現在 不是只有一個 Undertaker 應該是有 Undertaker和Kane 應該兩個都是可以 都是這麼legend 但是現在他就 沒有了 你那些人只是記得Undertaker 你Kane 只是一個 真是很殺氣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其實是浪費了 嗯 我未必認同你這個idea 因為那個原因是 OK 你戴面具還戴面具 OK 我不知道他們 日本那一邊 怎樣怎樣可以找到 就是 呃 同一班人 OK 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收回 因為我突然想起第二 就是譬如 用Tiger Mask那個例子 第二代你有個三宅光程 而那時候他的反應和動作 都是跟 無論第一代 或者現在那一代 都不太同 因為那時候他都 差不多 就來重量級了 那時候雖然他打輕量級 但是他那時候都叫做 就是踩著重量 差不多 貼近重量級的情況 OK 那就 如果回到美國那邊 OK 那個難度就是 OK 你可以找回同一個 面具 你找回大約差不多 Size的人 來做 但是問題是 有時候體型和 body language movement OK 你會看出來那個分別 OK 尤其是 如果一些角色 是很獨一無二的話 你就真的是很難 真是會找個第二代 來去代替他 你明白嗎 譬如以前兩個King的Gaming 以前都玩過的 以前好像忘記了 是不是找一下Dock Carlos來做 是啊 是啊 你是完全看到那個分別的 你見到這個King 真的不是那個King來的 如果你一有這個印象的時候 你剛才說的idea 就做不到的了 在美國那邊來說 這個是美國觀眾不接受一個面具的角色可以幾個人扮演 是很難的 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要我 如果你問我將King這個角色怎樣玩一場他 我暫時一下子都給不到一個答案 這個要研究一下 但是講一下其他雙兵的東西 我現在開一個list 一看他都已經差不多有十個了 譬如Darren Young剛去做 手術 好像右手 左手肘 好像左肘 Rich Swann他就去傷 ankle 腳眼 然後現在輪到Tony Nees Tony Nees又傷到那個 Heel 應該是爪 好像是 如果中文 好像是腳爪 Tony Nees 然後你 譬如 我們有上個星期說的 Seth Rowland Shane Throne 就是以前 TMDK那個 然後 然後 還有這個 這個我不懂得怎麼讀 好像是NXT FIN BELLA 還沒有CLEAR SAT RIDER Tyson Kidd Tajiri Summer Ray Page Eric Rowan 這一堆 這樣 嗯 是的 Tyson Kidd那裡 我聽到傳聞說他好像真的出不回來 有傳聞現在說 忍退吧 忍退吧 唉 但是很忍悶的 如果真的要這麼喜歡訓練 就叫他去訓練人 唉 這樣 以我所知 他一下傷 他很忍悶 他是 那 他其實 沒有得過任何決定 沒push過 還沒成 他試過叫做一個叫做 我不知道那些叫 是不是叫minor push 還是怎樣 他跟Sassaro 贏過Tag Team 我不知道那些是否叫push 也叫有個Bell 握過手 好像 除了他跟Sassaro之外 很多年前 他跟David Paul Smith Jr 都好像贏過 這樣也叫有個貢軍 握過手 但是 如果你說Singles Major push 他真的沒有試過有 曾幾何時 NXT 也試過 NXT 去打Neple 打Sandy Saint 那些 如果你說整體上來說 他在NXT那個runner 叫做 他整個生涯 WWE生涯 叫做最帥仔 那時候 是啊 真的 你沒辦法 你死不死 一個 明明可以在 Main roster 你可以做多一點點的事情 轉去去 Developmental 去做 你死不死 然後我看到 吉子 我看到他寫一個list 例如Hidel Itami 就是Kenta Kenta clear了 但是他又出來 又重新來過 我不知道 希望不要進入這個系統 就算現在Kenta 是在這個系統 麻煩你 麻煩你 你脫出這個系統 我不希望你再傷多劑 雖然上一劑 其實不關他事 真的 某條茂理 我不知道你 我現在再想起那個power slam 你是不是真的 唉 我 我 不懂怎麼說 就是 就是 是不是這些叫做法台溫 這樣來犯錯 你明明是一個power slam 你知道要 將你整個身要twist 這樣來順 你對方的momentum 不需要來反 但是那個人 完全沒有做這種事 他轉一半 又不轉一半 搞到 Kenta 他那一刻flip 就 靠那一刻 就 頸先落地 搞到 Kenta現在這樣 就 唉 I don't know NXT 都是那一句 NXT那個funny system funny system 是不行的 OK 不如Kenta快點走 不是走去其他地方 不要再打NXT對那幫新仔 你扔他去 205live 你起碼打 喂大哥 起碼打那些 曾幾何時都打 Indy專業那些 先 譬如講的是 Jack Gallagher 或者是 Nevil 那些 又有哪個 Central Alexander 朱古力 兔沙華 那些 他跟那些打 可能那些反而保護到他 因為那些打得專業的 對呀 不要再找Kenta去打 那些 NXT新仔 其實你Kenta 你都打了兩年多 不如 叫他打205live 對呀 絕對是Hano Cup 對呀 對呀 但是205live 剛才 有一件事 我要補充 你 剛才你說 Austin Aries 做宣傳 其實他做宣傳 是因為他的傷 眼角骨的傷 那他Clear了嗎 什麼時候Clear 好像Clear了 那他不如也打205live 不是他會打205live 他會打205live 他會打205live 現在我們聽到的傳聞 就是在大約Wrestlemania 那段期間 他會打Nevil 這樣就有聲味了 現在你的205live 是啊 他會上場打 那就變相了 這樣會好些 你有一個Austin Aries 但是他那場 205live那場 假設Austin Aries對Nevil 你不要扔起Wrestlemania 你不如扔起 takeover 你扔起Wrestlemania 我真的不相信 Wrestlemania 有幾萬人 你得到有吉士 給一場輕量級 打超過10分鐘 Kick off 你不就是可以 Kick off Kick off 就像去年 Wybert 對Kalise 對著你的空燈來打 今天也是 Wall Rumble San Antonio 那次 最大一場 就是那場女子 6-man team 那些人都還沒坐完 你就可以打了 你到底 你有沒有這樣 但你簽過Austin Aries 都未必便宜 你去找他 你什麼迎賓 那些觀眾 如果我是Austin Aries的粉絲 我生了一場 所以從香港飛過去看 你太糟糕了 你不如 你反正 你205Live 其實你205Live 其實你205Live 觀眾都看不到 除了Wall那幾場 你不如 你當他真是NXT Sorry Network的節目 就是Network的Pay-Per-View 就是這個NXT TakeOver 因為你 你看NXT的人 都是Network的觀眾 你看205Live 都是Network的觀眾 你看UK tournament 都是Network的觀眾 所以其實我現在 是想覺得 譬如你 你不如 TakeOver 你搞三個小時 你反正都兩個月一次 你兩個月一次三個小時 其實我覺得OK 對 我覺得OK NXT那些主要的Bell 你在講的 Women 阿中壹那一條 抱歉 有BobbyWoo那一條 然後Tech Team 你都照樣打 然後你再加上 205Live的那條 和UK那一條 即你一個舞蹈打五條Bell 沒什麼問題 三個小時 其實我覺得OK 我覺得也可以 其實 反而我有個心態就是 NXT TakeOver兩個小時 我自己就覺得不是很久 是啊 你不像想當了快 那就變帥 你看他會不會做 OK 第三節 就這樣 第四節 我想說一說 一件與亞洲出閣 有點兒關係的消息 然後我們開始說 The Elimination chamber 好嗎 好 我們待會再講